和辽大实习生屈东辉报道 担当是吴氏太极拳研究社社长 77岁的老拳师王辉普 钻研吴氏太极拳法 热心于普及群众性的武术健身活动 全社创办五年时间 发展社员八百多名 义务培训学员一万多人 吴氏太极拳是我国太极拳中 一个著名流派 他以全身的柔和运动 着以身体放松 以静制动 促进气血畅通 达到强身壮体的功效 王辉普是吴氏太极拳一代宗师 杨宇廷的弟子 曾受到赵紫阳等 国家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1983年 他腾出自己的三间住房 创办了吴氏太极拳社 并拿出自己著书得到的 一千多元稿费作为活动基金 几年来 拳社建立了17个辅导站 培养的学员 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 荣获了三枚金牌 和两枚银牌 最近 他又组成代表队 将代表辽宁省参加 今年7月 在广西桂林举行的 全国第三届太极拳舰的比赛 当时栏宁的两枚银行的 基本上是从北京的 市场距离 表达到小梦 而在这一间住在 市场距离 上市场距离 每天上市场距离 全部都会有 加密 市场距离 上市场距离 感谢观看